我們設計了未來的技術 我們希望去設計出 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使用 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駕馭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 呈現出AR效果的一個軟體 我還蠻常去首藥營店 去買一些飲料的 我常常會發現就是 他們會自己做一些促銷活動 包含了他們去把一些優惠券 透過紙本的方式把列印出來 然後去給一般的消費者 可通常消費者拿回家之後 通常就消失不見了 那我們其實發現這個問題 是可以做改善的 所以我們就透過 我們自己的軟體引擎 情緒辨識 我們做了一個商品 叫做AR Smile 從字面上的意義來講 它就是微笑偵測的一個系統 消費者他可以介紹 我們要一個QR Code 透過手機鏡頭去微笑 微笑完之後 然後分數越高 我們就讓它兌換更好的一個優惠 情緒辨識 喜怒哀樂 其實我們都可以偵測得到 我們會希望就是 使用者到店家消費的話 整個過程中是愉悅的 所以我們用開心這個當作基礎 微笑它就是一個指標 零售業來講的話 它其實往往會有一個需求點 就是說小型的店家 他沒有資源去做一個完整的系統 去協助店家去收集完整的客戶資料 那我們就是想說 能不能借用這一塊的系統資源 這樣的一個技術的導引 然後去協助店家去做這件事情 當使用者微笑完畢之後 我們會藉由臉部分析的技術 我們去蒐集客戶名單資訊 包含了 我們可以讓店家知道說 大概是幾歲到幾歲的人 會喜歡什麼樣的商品 年紀 然後喜怒哀樂 性別 我們都可以透過臉部的資訊去得到 最後會產生出一個就是分析報表 給予業者 讓他後續自己去做一些行銷推廣活動的時候 可以不要花勇往前 針對他的提業對象 真的去下資源 然後去取得他的一個回饋這樣子 我們做的是AR跟VR的所謂的SDK So Well Developed Kit 的一個研發 那這個的話它是會比較屬於軟體的底層的一個技術 那當然我們有不同的解決可以去給別人使用 我們做軟體引擎的話 我們最喜歡最喜歡做的是 就是把我們自己的軟體引擎 我們開一個 license 去授權給別人去使用 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跟我們租人軟體引擎 之後他們就自己去開發他們自己的產品 第二種模式 在台灣會比較常遇到這樣的廠商 我想要做一個AR、VR的產品 可是我手邊可能沒有技術的人 去協助我 那我們就協助這樣的廠商去做專案開發 那第三種的話就是說 有些中小型的一些店家的話 我們就去做了一個平台 然後去讓店家用很便宜的月租的方式去租用 然後他就可以擁有了AR的效果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去協助他收集客戶資訊 我們做系統的話 其實我們會希望一定要對消費者有利 然後也要對店家有利 這兩種都有利的方式拿去做思考